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进党的秘书长 那他因为罢粮失败 民进党有点吓到 就说谢国粮我们就搞不下来 那林又昌讲了一句话 他说罢免是不正常的民主运作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认为明年2月1号之后的立委罢免 他不会轻举妄动 因为他没有把握他会赢 因为大家想一想 这个萤幕不见 大家去想一想 你罢别人人家也会来罢你 那你以为 你就会成功人家会失败吗 我就不相信 吴思瑶跟吴沛毅守得住 真的要互相罢 没那么容易 所以我认为他们可能在 在开始变得比较谨慎起来了 目前听到的罢免 讲白了 就只有高宏安新竹市长的罢免 民进党有可能去推 为什么呢 因为过了今年的12月25号 就已经任满两年 那民进党如果罢免成功 就可以直接从中央派人去代理 就是这样 所以不用补选 不用补选 所以这个叫 稳赢的盘 那至于说 要不要去罢国民党啊 国民党会反杀啊 那民进党不认为自己有绝对胜算 所以很可能就是不了了之 雷声大于点小 波林利感谢你啊 支持梁教授 Edward Wong 卓龙大要信赖编列预算当点菜 依法要就不给 你说奇怪不奇怪 感谢你 这个宣话 请问国军为何没有对联合利剑做相关的演习 如部队的调度 后备军人的着急 如何老共假戏争作怎么办 我跟你讲 当天人家一点集合五点就到位了 你反应都来不及啊 你调后备军人有什么用 因为 因为你也知道他的演习嘛 就是海警船就 四个点都定位了嘛 然后就开始绕巡台湾啊 因为台湾一圈是1000公里嘛 那 空军 军舰全部都到位了啊 你要怎么弄啊 我们部队有没有调度 有 可是就是意思意思 我们有出动 我的印象中是出动了两艘军舰 那就是要出去啊 其中有一枪好像叫名船舰吧 可是你没有办法 因为人家是17艘军舰 17艘海警船 而且我今天看到李文中 李文中 李文中坦白说是国防部里面 比较有良心的人啊 那他现在在担那个国防安全院的院长 李文中也出来讲啊 说靠这么近啊 他今天的主要的point是说 我们对大陆不能只有战 我们要有和有战 要两手啊 其实他也是间接的在批评 李文中不要整天在那边斗好不好 李文中讲的是对的 可是他也承认 这一次比上次要近很多 所以这次我们国防部隔天 都没有去谈 对方的军舰飞机 有没有进入24海里啊 没有谈 因为大部分都进来了啊 你要谈这个屁啊 大家如果记得5月23号的联合力舰A 我们国防部还公开出来跟媒体吵架 说对方的军舰绝对没有进入24海里 大家如果有记忆的话 5月23那次 那这一次呢 10月14号这一次 我们国防部没有说明 他只说 有很多都进入了应变区 那结果记者就问国防部啊 说应变区指的是不是24海里啊 他不回答 他不回答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问的问题啊 我坦白讲也是我的问题啊 就老共假戏真做你怎么办 就没招嘛 所以宣旺你问我 没招啦 人家紧紧靠着你 人家紧紧靠着你 我跟各位讲 我跟各位讲 这非常的现实啦 好 这个 尤其是民众党的选民你也知道 民众党的选民啊 他的党性啊 很多是比较属于中间选民啊 所以他们容易受到外界的事件的影响 你知道吧 所以 因为 民众党又没有比较厉害的媒体啊 对不对 所以他看到了媒体 尤其是绿媒 整天这样轰轰炸 所以 事实上整个政党民调也没有调很多啦 比如说你去看那个游盈隆的民调 大概民众党的政党民调还是称在16左右 欸这个跳掉啦 跳掉啦 跳掉啦 这个我自己按 欸这个不见啦 那个抖内的不见啦 嗯 OK OK 这里 这里点过了点过了 我想想啊 这个 所以我觉得民众党的民调并没有 如预期掉非常多啦 他掉到了一个点就止住了 那接下来 因为我现在听到的讯息是 北检 可能 不会再延压了啦 他要立刻 做起诉的动作 那我目前听到的是 柯文哲会被起诉 那 大概是从两个案 然后要起诉三个罪 刑期 我估计应该也是十年以上 因为有贪污啊 所以应该就是十年以上 那重点是 我认为北检很可能也会中保啦 因为郑文燦起诉十二年嘛 中保2800万 那柯文哲这个 积押到期是两个月嘛 他9月5号被押嘛 所以到期是11月5号 好 我认为 柯文哲被起诉 那早就预期中啦 因为北检一定会起诉的 那柯P就要 开始要准备他的一审的答辩嘛 因为那个是公开的 我们到时候就会看到 那 可是他可能也会被中保 那这个就考验柯P了 因为柯P搞不好会 跟当年的2008年那个苏智芬一样 他拒绝中保啊 他不愿意付保金啊 那怎么办啊 会不会出现这个局面 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依照柯P的脾气 我觉得可能性还蛮高的 他对于你的积压 就已经有点不以为然了 那你现在要中保 我不要敲 你就继续压我算了 会不会这样啊 我们不知道 那我基本上是认为这样啦 民众党的民调 会不会继续调 那就要看柯P的一审有没有罪了 因为起诉 起诉不等于结果啦 因为检调 不是不是检啊 检啊 检方 本来起诉的门槛 就会比院方判刑要低啦 比如说他只要有50% 认为你可能有罪 他就起诉了 那北检 你想想他44路搜索 一大堆啊 大洞干戈 办了那么多人 约谈干嘛 他这个案子不起诉啊 他不能交代啦 回去要被大扣分啊 搞不好连那个 那个北检那个 那个王俊丽都要下台啊 都有可能啊 可是 会不会判刑 我们不知道 这个 我认为 那个就是一个 大对决了啦 大概是这样 这个蒙古801 这个 亮哥多喝水啊 亮哥多喝水啊 亮哥多喝水 今天社群平台 X脆上测意论 开始疯传NHDK的纪录片 调查报导新世纪FIRE 6中国 流出文书 我都在追流出的文书啦 这个我还没有看耶 所以我要回去看 我才能回答你啊 因为蒙古801 是亮哥 常驻的粉丝 感谢你啊 那我回去看一下 我再来回答你好不好 就说 中国大陆可能有流出 一些什么红头文件啊 之类的 这个看多了啦 看多了啦 那真真假假都有啦 就这样 这个 Winston Ruby 大陆完大 台湾亮剑啦 雄风云风雄山一起上 亮哥舅舅大陆啊 我跟你讲 雄风云风 你要看的数量 这个正规作战 你不能够只看 你有没有做这个武器啦 还要看你的数量 因为今天就传出一个新闻喔 说这个海豹部队 我们台湾有一些人到美国 接受海豹部队的训练 说这个海豹部队啊 未来啊 如果真的发生台海战争啊 那他可以介入来秘密协助台湾 那很多的专家啦 就说啊 人家了不起啊 就是在你的那个军舰那边搞地雷啦 我坦白讲啊 这个我们台湾这种讯息实在太多了 海豹部队是特战部队 他最擅长的是第一 暗杀 第二破坏 就是搞暗中破坏 比如说让你重要的 船舰发生爆炸啊等等啊 这个叫特战 这个都不是正规战 所以海豹部队是没有重武器的 你去看电影你就知道了嘛 真正的作战啊 都是重武器正规作战决定的啦 海豹部队 那只能够影响一些边缘的事情啊 这个就好比什么啊 比如说李志诚农民起义啊 那打进北京 打进北京啊 那结果明师中不是吊死在梅山吗 那个歪脖子树上 那有人就问啊 他说明代不是有很多警衣卫吗 那怎么李志诚打进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警衣卫来护驾呢 以前我有一个朋友真的问我这个问题啊 那我就说明代的警衣卫啊 警衣卫不是正规军欸 你当用正规军在打仗的时候 警衣卫就是个屁 就是这样啊 就跟海豹部队一样啊 真的正规军打仗的时候 你特战部队能干嘛 你特战部队能干嘛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警衣卫你了不起就是 秘密警察吧 或者是纳粹那个党卫队啊 你不是国防军啊好不好 哎呦 我真的是昏倒啊 老是这样来忽悠你啊 是不是 这个Deniel Wang 亮哥我们是第三世界吗 赖清德近不理会通过的法律 不依法律边缘住民的补偿 连个折中方案都不愿意提 律要对干 蓝白就要对干到底 另外 川普提到大陆犯台就加征关税 对 是否表示可以交易 反而不易引发战争 再次呼吁赖清德的儿子 回来当兵 Deniel你讲的针对啊 川普说 中国如果进入台湾 我就要加征关税到200%啦 这个感觉就好像是可以交易的样子 是不是说用多少钱 可以来买中国不要打台湾啊 那我可以倒过来问啊 那中国是不是也可以花一笔钱 叫川普逼台湾来上谈判桌啊 不是吗 因为两个逻辑都存在啊 因为后面还有一句话 那句话民进党看的 头皮发麻的 川普说 川普最后加上一句说 我还是觉得我们不会出兵 他有加这一句 不会出兵啊 他第一次公开说 因为我记得 大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有人问川普 说如果台湾发生战争 美国要不要出兵 就直接这样问川普啊 因为拜登已经有四次说 有人说五次 五次要出兵 拜登讲的 川普那时候是怎么回答 川普说啊 这我不能回答你啊 这会会妨碍到 我到时候决策的 威慑的力量 所以我不能告诉你 他当初是这样回答的 可是这一次呢 他讲大白话 说我不会出兵 所以我跟你讲啊 坦白讲啊 这个就是民进党要想清楚 想清楚 实际上最近 有两个人啊 这个我大概会做一集 这个亮哥快评来跟大家说明 印尼啊 印尼啊 刚选上的那个总统普拉伯沃 他这个 好像是上个礼拜吧 上个礼拜上任 然后还有日本的新首相石破茂 他也上任 这两个人啊 在选前 大家都认为他 他们两个人都是对华的鹰派 普拉伯沃1998年 还介入镇压排华运动啊 还杀了一些华人啊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他跟中国关系不太好 石破茂 长崎是日本的自卫厅 他当过那个 就是日本的国防部长 所以大家都以为两个人都是鹰派 结果两个人一上任 都寻求 跟中国大陆 发展比较好的经贸关系 希望大家可以正常交往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代表什么意义啊 为什么日本的石破茂 印尼的普拉伯沃 不如预期的反中啊 賴清德你要不要想一想啊 为什么你没有人家的见识呢 你真厉害啊 上台五个月 引发两次针对你的军演啊 你就知道你的政治智慧 跟石破茂还有普拉伯沃 根本不能比啊 普拉伯沃还是军人出身的啊 我们就碰到这样的人在张总统啊 齐伯 现在看来赖像极了二世而亡的 赢胡亥 拼命挥霍 祖上所辛苦积累的资产 他所依视的是来自小蒋以来 无数干财所创造的经济袭 是无数前辈牺牲自己 换来的民主自由 是无数党外精英 苦心开拓的政治版图 而他信性继承之后 侥幸继承之后 所作所为不是为了一国或一党 而是想当然而的全民一己之念 的独夫行为啊 他不是战战兢兢开疆毙毒的民主 而是枉图以一己之力挑动天下的王国哀毙 齐伯文章写的真好啊 我坦白说啊 蔡英文当了八年总统 人家也战战兢兢 勤勤恳恳的 守住仙人的地盘啊 李泰青的才当了五个月啊 两次军演 朝野破局 大僵局啊 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啊 才干了五个月 Winston Ruby 国际媒体只要台湾坚持反中 随便台湾内部怎么搞 反正台湾人 认知的国际媒体就那几家 我跟你讲啊 我坦白说啦 国际媒体是跟着什么在动 跟着美国 一些重要的人士在动啊 大家去想一想 如果是川普当选 然后日本是石破茂 石破茂 明显要比岸田 没有那么亲美 石破茂完全是站在 日本的国家利益思考的 他既不亲中也不亲美 他不反中也不反美 就是这样 那你碰到了一个川普 唯美国至上啊 美国优先论啊 大家去想一想啊 他没有拜登那种什么 价值同盟啦 民主同盟 川普不完这个了啦 川普就讲国家的实际利益 这一点跟石破茂完全一样 所以你赖心得你还讨得到便宜啊 你就是因为拜登 在那边鼓吹 国际民主同盟 所以你就顺着他的风吹嘛 你现在碰到了石破茂 你的日本哥哥啊 还有川普 他当选的机率越来越高 你的美国爸爸 当美国爸爸日本哥哥 都现实至上的时候 都本国利益至上的时候 我看你赖心得怎么办啊 拎他痛 外媒都那么反中告羊状有效吗 我跟你讲啊 总是会有人登啊 那你不要 这个反中啊 反中跟支持赖心得是两回事啊 这个 你如果反倒 碰到了人家的红线 人家也是不能接受啊 这个 美国 不然你如果这样讲 那美国前一阵子 那个依赖论是怎么出来的 对不对 为什么西方的媒体 坦白讲我每天看 英文的媒体 我看十几种啊 他们对蔡英文 我很少看过负面的 我很少看过 对赖心得 就是很有意见 他就会想说 哎呀这里又引起了什么 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外媒 外媒 是对中国有意见 可是他们心里 对台湾的领导人 是有不同评价的啦 你去看那个金融时报的 你成为好朋友啦 非常好的朋友啊 他跟赖心得就发展不出这种关系啊 就是这样啊 那现在因为吹捧了我 我认为已经越来越少 大概只有路透社啦 路透社 那其他我认为 人家也是会做比较啦 因为他们毕竟都经历了蔡英文那一段 八年嘛 所以他们 同样在比民进党 他们知道这两个人的区别啦 而且我认为这个区别 对他们来讲已经越来越明显 而且美国跟日本 如果越来越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 我认为标准会不太一样 这个大家到时候就知道了啦 Kerry亮感谢斗内奇波 请问亮哥如何看国民党立委 今天提出了2026 反死公投绑大选 这个是不错的议题啦 那可是这个要联署 因为公投要联署嘛 这好议题啦 这个等于是反将 宪法法庭一军啦 就是说 你这些大法官没有资格 没有权利 来帮我们搞废死 这个问题 就让民意来决定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议题啦 好议题啦 那我看今天有不少国民党的立委 一起出来开记者会吧 我想他们会去弄 那就弄成一个公投的联署提案 一定会成案 这个议题一定会成案 菲尼派亮哥 我现在念的是日语学校有几个台湾人 我间接问了他们对于海峡两岸的意见 他们连上个星期的军演都不知道 一个20多岁的男生也对我说 最终什么也不会发生 我听得有点伤心 这种人很多啊 这种人非常的多啊 他们整天都在上网啊 在玩一些有的没的啊 这个 其实这也没什么啦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专业啦 而且他那个军演是没有发射实弹的啦 所以你当然没有感觉啊 而且又不在你家隔壁 那个通常都是军方才看得到的啦 所以军演 中华大陆也不是针对台湾民众的军演 他知道他的军演是在给谁看的啦 我上礼拜有 我上礼拜四的直播我有讲这个嘛 我说军演就是在给对方的军方看的 对方的政府领导人看的 还有周边国家的领导人看的 他不是针对一般民众的啦 所以不用伤心 YHC那就是要用40%当60% 皇帝总统之尊公告了也不能不认账 带头违法也不是第一次 前有赖皮疗 不过可以讲他的赖皮疗至少表面上 还有做成矿工纪念馆 证件把他票乱开 台南市场任内说谎欺骗也不是第一次 骗谢龙界对赌 这个我知道 人家谢龙界议员就辞啦 就有赖青者不敢辞啊 想问亮哥总统带头违法 上梁不振下梁歪民进党可以违法 我们平民是不是也能够别去守法 很不信啊不行啊 你如果不守法他就把你抓了 那你当然可以去发动上街啦 那问题就是 你如果没有经过申请 那我们现在还是有集会游刑法 我那天啊 就听到有 是谁啊 反正好像是黄国昌还是谁啊 黄国昌啦 黄国昌那一天啊 这个他就在直播 然后他就讲到 民进党说他要把集会游刑法 废除 改成报备制 民进党至少提了25年啊 结果自己执政之后就不搞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有集会游刑法 不是报备制 还是登记制 所以啊 你如果要发动群众上街 你还是要去登记 不然他可以三次举牌啊 那违法他就告你 就是这样 这个是民进党20多年来的政见 所以要把集会游刑法废除 改成报备制 都没有在做啊 就有人家去问刘四方你知道吗 刘四方现在是内政部长 刘四方当年 因为刘四方只到我一岁啊 所以我跟他是蛮熟的啦 刘四方当年也是跟着民主运动这样走来的 结果那天黄国昌就去咨询刘四方啊 说你当年也是主张集会游刑法要废除啊 要改成报备制啊 那你现在是内政部长啊 你可以做一下 你知道刘四方说什么吗 刘四方就是说出那句 惊人的名言啊 报告委员 时空环境不一样 民进党现在最常用的名言啊 报告委员 时空环境不一样 接下来他怎么说你知道吗 他说报告委员 我们现在到处都有中共渗透啊 我们集会游刑法不能废除啊 他的意思暗指什么 就是到时候中共同路人们都会出来游刑啊 就是这样啊 他这种话他讲得出来耶 那当初国民党不能用这个当理由吗 国民党也可以说 匪谍就在你身边啊 所以我们集会游刑法不能废除啊 当年国民党也是这样讲耶 只要你刘四方讲的话 跟当年国民党完全一样耶 怪不得人家说 賴清德越来越像蒋介石啊 你已经快要回到 现在是白色恐怖改成绿色恐怖 那你可能没有抓人去杀啦 可是你现在越来越像啊 什么都要管制啊 什么都是匪谍渗透啊 什么都是中共同路人啊 你跟当年蒋介石不是越来越像吗 那个逻辑啊 只是严厉程度不一样而已啊 可是你如果把黑熊部队给搞起来了 变成你的党卫军 我怎么知道会不会一样 你刘四方都讲得出这种话来啊 那黄国昌听啊 愣在现场 因为他跟刘四方 因为他以前是时代力量嘛 他们也是曾经合作过 大家去想一想啊 什么都用国安挂帅 所以现在民主改革都不能动 就这样啊 Bretzai 亮哥喜怒 虽然看亮哥嘛 很过瘾要注意身体 感谢 七力 这个党上任以来执行力最快的 除了党司法改革 就是放宽现代 能够捐钱的建商一大堆 就是那个新清安啊 我跟你讲 新清安到赖清德第三年 就爆了啦 搞不好到时候他就死在这个上面了 第三年一定会有金融危机啦 你等着看好了 到时候杨金融如果还是央行总裁 我看你怎么办 Space War 亮哥AIT说 台湾人民准备好战争了 虽然不知道他所说的准备好的 事实是什么 亮哥你准备好战争了吗 这不是AIT啦 是我们的驻美代表啦 那AIT不会这样讲啦 AIT他会看到 这个陆委会有做一个民调啦 那你当然可以想像 这个赖清德下面的陆委会做的民调就是 有70%的台湾人民已经准备好了 他自己讲的啊 陆委会啊 他做了民调啊 我不知道什么叫准备好了啦 那准备好了我就没有看到你 连续碰到两次联合利剑 你又展开你的很明显的反制作为啊 那准备好了能干嘛 准备好了能干嘛 对不对 这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而且里面有训练啊 连我们的黑熊学院 都没有打靶过欸 你连打靶都没有训练你怎么打啊 这个叫空口说白话 就是弄个民调 对美国做交代 而且是陆委会做的民调 陆委会就是要表达什么啊 给美国看啊 因为这个是台湾政府的民调啊 百分之七十 ready for war 你相信吗 连打靶都没有过 ready for war 我就不知道你怎么打啊 中国大陆当年还有大刀队啊 你连怎么使用武器你都不知道啊 你要打什么啊 这个叫做什么啊 这个就是洗脑用 我们凡事追根究底 都要问具体你要做什么 我就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啊 不知道啊 杰克赛亮哥喜怒现在民进党 已经不是信介先时代的民进党 都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 还有一个在洗地和你聊的在捧 WMF啊 亮哥华美安今天在大白话 还在帮卓龙泰讲话 这个人已经失去空信力了 为什么TPPS 还要让他上节目帮执政党洗地啊 没有TPPS跟他本来就是长期的关系啦 这个 那他要讲 可能是损到自己吧 波罗油王子感谢的呢 沈浩宇现在赖的做法 越来越像对岸派过来的 里应外合 顺利成事 我跟你讲啊 赖清德这种搞法啊 他一定会搞到 我们台湾内部离心离德啦 你以为在野党都塑胶啊 然后对外呢 没招 然后言论不断刺激啊 他以为这样是在搞台独 事实上是在搞触统啊 他连这个都看不懂欸 我跟各位讲个最近发生的事啦 习近平他最近到福建 那特别去了东山岛 东山岛在1953年啊 是台湾 就是退到台湾的国民党 最后一次反攻大陆的决战 那民进的国民党打败了 这个我礼拜四 我亮剑台湾我来讲这个题目啊 就是东山岛战役 那从此以后 台湾就再也没有反攻大陆的战争了 东山岛在福建 那国民党就打败了 结果后来台湾的历史啊 我们都讲古临头啊 都不讲东山岛 因为古临头都我们打赢啊 东山岛打败了啊 都不提 那大陆那边反而对东山岛比较熟 结果习近平这次去漳州 还特别去东山岛 这个政治姿态还不够清楚吗 这意思是什么 那清德啊 你要记得欸 东山岛 国民党曾经想要来这里反攻大陆啊 你还说两岸没有关系 两岸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那以前 你国民党要来反攻大陆啊 那现在轮到大陆要来收复台湾了吧 这当然有这个意义啊 因为东山岛1953年 才打三天 国民党就败了 只有打三天 那习近平又去另外一个地方 去安徽啊 他去安徽看什么 看东风26的发射基地 为什么去安徽啊 我跟各位讲啊 如果大家稍微懂一点军事 都会知道他的意义何在 因为从安徽到关岛 因为那个已经属于大陆的内线啊 那基本上他会假设有台海战争啊 那可能会在沿岸的 这个飞弹发射可能会被摧毁嘛 这可能会发生啊 那我现在就退到安徽啊 东风26 它的射程是5000公里 那从安徽到关岛 4700公里 这意义非常清楚啊 就是美国你要介入也没用啊 你顶多就是打沿海吧 我照样可以从安徽射到你的关岛啊 因为如果从沿海到关岛 是2800公里 这个稍微懂军事的都知道了 我只是在跟你讲 习近平他为什么会去东山岛 为什么会去安徽啊 这个我们台湾一般民众当然不会知道 可是这个就是事实啊 这个懂军事的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习近平还特别到了福建 又讲了一段话 说两岸啊中华文化认同啦 大家可以好嘛 何必 大概是这样啦 所以 所以我就跟你讲啦 这些两岸的情势啊 你起码要看懂啊 说实在啦 我们大部分民众是看不懂的啦 一方一样感谢大家 波浙 波浙 亮哥好请问我们旅游夜什么事可以转好啊 苦死了 我们当导游从来没有那么苦过 以为疫情过了雨过天晴 原因是乌云盖顶有解吗 还想问最近看不到赵大哥 哦 我不知道耶 他可能出国了吧 因为赵大哥蛮常在国外旅游的啊 他常常会去重要的景点 都是西方的景点 那旅游业我坦白讲 对不起啊 Paul啊 我是蛮悲观的啦 因为这种 这种氛围 你赖青的水口就是互不隶俗 那怎么弄啊 比如说罗文家 罗文家也是很有心要弄啊 他不是搞了两枝梅花鹿 叫和和平平要去送大陆 说我们可以带马祖来谈啊 大陆根本没有回应啊 目前就是这样啊 所以很麻烦啊 这个Trawado 这个亮哥抱歉讲一个 与今天无关的主题啊 今天是普悠玛翻车六周年 10月11 法院刑事判决由信司机四年六个月 并驳回上述定验 民事部分台铁要求由信司机要分担赔偿293万 二审判由信司机要赔还可上诉 台铁都没有其他人被判刑负责 18条人命 每天台铁都在跑 他们六年来也有改了什么 司机有错 但不是只有他一个人错 而且他勇于认错 为什么台铁欺负诚实面对的人 这个案子啊 我也有注意到 台铁就是全部 都规则于由信司机一个人 坦白说 这个大家就是要聚问陈世凯啊 交通部长啊 你一个那么大案 有可能是一个人的问题吗 因为我们知道发生这种超级的大车祸啊 或者飞机失事啊 通常就会这样嘛 就人为因素还是机械因素 或者是环境因素 结果他就归到一个驾驶身上 机械因素没有 环境因素也没有 鬼才相信啊 怎么可能没有环境因素 这个 我问那个陈辉文啊 他们对那个环境非常了解 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标示 所以我坦白说啊 这个啊 你这种调查这么不严谨 这么随便啊 这个就要去问交通部了 就是这样 他们就是欺负人 就欺负那个司机 就是这样 那 我们就真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那那个司机当然是有错啦 可是只到他吗 对不对 WMF哦 这个亮哥 虽然我不是卢秀苑粉丝 但如果他真的要选2028 诚心建议他不要再跟华美昂还有蔡壁如绑在一起 这两个人迟早会影响他的总统之路 我知道民众党的招牌对卢马很重要 他可以考虑跟江和树或吴春城合作 绝对比蔡壁如好 蔡迟早有一天因为他的发言不精准要付出代价 这个卢妈我认为他都会看在眼里啦 这个李放心啦 卢秀苑我跟他在立法院都在财政委员会 他非常非常精明的啦 这种细腻的差异他一定会做出判断 而且亮哥的学生郑造星在台中市当副市长 他也有非常好的政治判断 所以我想你讲的事情 如果有个谱他一定会知道 他一定会知道啦 所以目前时间还早啦 所以不用担心啦 这个卢妈还是先想定 明年要不要选党主席啦 一步一步来啦 一步一步来 123到台湾感谢同类杨成光 民进党赖金的执政已经满五个月 咱们却看不到台湾的未来 我看不是未来吧 是看到了台湾的凶险啦 WMF 我讲真的韩国瑜跟卢秀苑若要问你 2028最好赶快站出来指证朱立伦跟现在的国民党团 这种态度还敢说自己是最大在野党 拜托有领导的令人站出来吧 因为这个是随着时间在走 因为现在还早啦 坦白说现在台湾2028太早了啦 现在所有的人看到了 只看到2026啦 不过就是因为国民党明年 要选党主席嘛 所以明年难免会讨论 难免会讨论 韩国瑜因为他是立法院长 所以他本来就在中央层级 在有所表现 那卢秀苑他要从地方要往中央嘛 那他首先碰到的一个事件是明年 国民党主席的选举嘛 那他如果真的要选 我们那个时候就会看到他的各种表现 大概是这样 这个WMF 为什么现在蓝白虽然民调领先还是不敢倒戈 就是因为即便重选 看国民党立委这种表现真的没人敢给他们更多的席次了 连开会都要韩国瑜提醒 害韩国瑜被骂 对自己的立法院长这么不尊重 真的有够可怜 我跟你讲喔 这个不是尊重院长与否 这是你的党团的纪律好不好 党团本来就该有纪律 政党本来就该有纪律 尤其是这么重要的事 总预算 所以你讲的我是部分同意啦 就是有很多国民党的立委怕不会当选 就这样啊 那当然有认真的啦 还有相对摸到的啦 就这样嘛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赖清德已经上来了嘛 所以各种绿媒啦 他手上拥有的资源啦 那杀气腾腾到时候 真的要搞这个总改选啊 这个很难讲说对国民党有利啦 就这样啊 WMF照国民党立委现在这种态度 明年二月还有可能被发动大罢免呢 你不站在民意那边 还想要人家投给你吗 你以为你们每个立委都跟谢国良一样 可以蓝白和吗 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你的说法 OK 这个不演的新闻台 哇我们的凯翔 这个报告亮哥忠实这篇评论 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是否法治今天没打架 是因为民进党说输到脱库 吴中介翁小林已经把 宪法诉讼法修正案送出委员会了 哇感谢我们的大长凯翔的补充 我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个 感谢感谢 OK 那这个本来就要送出委员会了 这个吴中宪 翁小林要加油 OK WMF周日留罗志强上战情室 还在帮党团说什么开会时间超过 记者阻挡才会迟到 这种烂理由都变得出来 陈燕英主持都听不下去 辛腾韩院长被协议立委拖后腿 这种理由啊 在民进党内是你家的事 在民进党来讲就是先罚钱再说 我跟你讲 民进党才不管你 这个坦白讲就是党团纪律 有位网友表示 国民党还是太斯文 搞不好民进党自己提倒戈 看国民党虽小 赵超康有可能选党主席吗 给国民党也信 民进党会不会自己提倒戈 他提倒戈 也要国民党跟民众党支持啊 不然也不会过半啊 不过就是说 民进党给自己提倒戈 这有点荒唐啊 那因为他这个动作很荒唐啊 所以国民党跟民众呢 就不会奉陪嘛 就是这样嘛 所以我认为不会过啦 不会过啦 不远的新闻台 谢亮跟夸奖 抓到要害的宪法诉讼法 修正案已经在今天 OK 送出委员会 吴思瑶 钟嘉宾 庄瑞雄 沈柏阳 全面溃败 哀嚎 太好了 我们凯翔 感谢两次留言 谢谢 这个 WMF啊 这个亮哥啊 当初就是罗廷伟弃权 国民党 连党纪都不敢处理 才会养成其他立委 每个都觉得党纪有跟没有一样 反正跟民进党靠拢 他们也不会被处罚 这个党根本就不像党 我跟你讲啊 你最后这句话 就是我讲的 我讲的快一年了 我讲的快一年了 坦白讲如果不是有罢粮案 就是谢活粮被罢免 你感受得到朱立伦的存在吗 朱立伦一直到罢粮逼近 他才开始有危机感啊 才开始拼命站台啊 那开始带动很多人去站台啊 要感谢谢国良啊 帮国民党积出一点危机意识 不然这个党 根本不像个党啊 所以你讲的完全正确啊 我同意啊 我的小狼狗亮哥晚上好 前段时间你们立法院不是通过了解除附入禁团令的法案吗 我还等着两岸互动去台湾观光啦 为什么政府不执行 解除附入禁团令 没有 没有 没有过 因为我记得行政院好像就是到六月 那之后就没有准了 那个立法院 因为这个不是法律啦 这个是行政命令 所以立法院不能解除啊 这个是行 这个交通部还有陆委会的行政命令 所以没有如你所想的 而且这个是单方 就是可不可以组团去大陆 我们目前是开放 个人可以去大陆 那 那大陆那边没有回应啊 因为大陆就说你 你没有开放 你们组团来大陆 那我们为什么要开放 大陆组团去台湾 那大陆也没有开放自由行 没有 现在只有开放商务客 所以大陆还是有一些商务客来台湾 所以通常你要 有那个公司 行号跟团体的邀请 你才能够到台湾 目前是这样 我不是很懂政治 我的理解台湾民主不就是多数据吗 那在野党过半有什么用 反正通过了也不执行 这个不是啊 因为这个不是法律啊 这个是行政部门的行政裁量 那他现在用管制嘛 所以不准你组团去嘛 那国民党当然可以透过强制立法 那可是 我认为大家有不同意见 觉得这个要把他 在法律上把他定死吗 这个恐怕不容易这样立法 所以这个问题是卡在这里 WMF 亮哥三分之二也没用 前面八个也都是蔡英文提名的 你提高到全体一致绝也不会过啦 跟民进党玩这招完全没用 这个 所以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至少他要通过 那个视线的门杆会比较高啦 会比较高啦 只能这样讲 你当然讲啊 我跟你讲 蔡英文提名那监委也是啊 对不对 可是现在还是有几个监委 没有那么听话 WMF亮哥我跟你保证 如果调高到三分之二 黄伟翰又会出来痛骂在野党 不尊重大法官 希望到时候你好好教导他 我跟你讲啊 这个凡事帮赖洗地 会让自己的公信力越来越低的啦 真的是这样啦 这个自己也要做好判断 WMF亮哥快点念 你今天还没听到你骂吕布 我看这个节目的乐趣就看你怎么教育吕布 他只是一个人啊 他又没那么重要 对不对 更重要的是总统啊 卓隆泰啊拜托 我们是来评论政治人物的 评论一个评论员有什么用啊 台湾的评论员那么多 对不对 这个Nice Heroic 国家执政者不遵守法律 我是人民会觉得好可怕 因为可以保护小老百姓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法律 而现在利好的法律都会被推翻 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啊 为什么大家都不生气都不抗议 台湾也不是法治国家 而是政治国家了 你这段论述我全部同意 所以我感到非常生气 就是这样啊 而且我知道 因为我是学政治学的 我知道这样国家避乱 因为已经没有规矩了 你知道吧 WF真正跟您请教一个问题 为什么黄伟瀚挺谁谁倒 从马英九之后他挺过朱立伦 黄国瑜全部输掉总统大选 拜托他去挺赖清德啊 去年国民党党内初选他也捧侯友宜踩郭台铭 结果侯友宜民调一开始落后 他又跑去捧柯文哲 藍白和破局又去捧赖清德 你说他当权派没问题 但为什么他捧的时候都是那个政治人物的高峰 结果捧完马上跌落神坛 到底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我真心建议 韩国瑜跟卢秀燕跟他保持距离 这个 这个你放心啊 韩国瑜跟卢秀燕 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了 这两个人的政治智慧 都非常高的 都非常高的 那为什么他一直走衰运 可是当年他挺马英九马英九当选 那 不过好像是 我不知道是哪个前哪个后 不过我跟你讲 这个 不要太执着于某个评论员 我们台湾又不是一个评论员影响的 对不对 那不然 民进党就每天来追杀我就好啦 那赖清德不 气死亮哥啊 对不对 赖清德还有更多重要的事要做啊 我们也是啊 我们是在监督民进党 监督执政党 我们要监督大的事多咧 对不对 顶呱呱亮哥 请大家不要忘记 在梦里面才有的台美FTA 我跟你讲啊 川普跟拜登都不会跟人家签FTA的啦 那个根本都是在忽悠你的 国昌刚刚直播提到 今天他们关掉麦克风 后乔说 我们明年先发6万 但条件是在野党同意 明年把进发补偿 改回4万 要在野党同意化压 明年才要花6万 难怪武力华敢对外呆说没有发6万弃选 原来你们盘算好了 诶这个我听不懂 明年先发6万 条件是在野党同意明年把进发补偿改回4万 那怎么可能呢 这个一定要依法行政啊 我跟你讲啊 他也不能乱发4万就是加1万 不行啊 你行政院凭什么决定 原住民要每一个人3万加1万 这个没有法源耶 所以我不认为他能够这样执行啊 所以我并不认为可以这样瞧啊 我待会我去听一下国昌的直播啦 这个我想国昌 可能明天就会见报啦 因为你这样写我真的看不懂 因为我的了解是 我跟你讲行政院真的要执行 是公务员要去发放耶 这些政客不守法我可以了解 我们公务员不敢 我跟你讲啊 我们台湾的公务员素质还是不错的 他们不敢违法做事啦 所以你如果没有给他法源 你要叫我给一个原住民4万 这是不可能的啦 我认为不可能啊 因为这个要执行的过程啊 你要有一个行政执行的过程 уй跟绿色 它是那个垃圾的色啊 这么爱背景时空不同 那同盟之下的万物abolic长 禁发普藏金 才跟浊奎你要6万 已经很客气了 你竟然还要删减 去你的慈悲 先降你们的正当的薪水 给原住民才是慈悲 赞成罸 这专备油管禁屏蔽 比照今天的全盘否认翻成英字文 发新闻稿给全世界看动 这个双标如此无极限 雷欧税法跟财政体系有严重的问题 没遇到的人都不会知道 受害民众不少 甚至有搞到破产 网警凄粮 网路可搜寻到的案例 缴税应该是人民 至少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之外 有余裕的贡献 而不是在三餐不济的时候 落井下石 这个如果有具体的个案 可以来让我们知道了 好不好 我可以来帮你宣读一下 Space World 亮哥 莱猪这事 哥布林最喜欢说的就是 不是你们的莱猪有标注产地 对岸有吗 这个胡说八道 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开放 莱克多巴胺好不好 中国大陆跟欧洲是一样的了 整天在那边胡说八道 I've been a toilet 刚刚朵内被屏蔽再试一次 把当年他们的证件 奇怪这个怎么会被删 这删没道理 哪一个是张智 我只是跟油管的政治立场不同而已 WMF 问亮哥三次问题 这是你看好川普还是何吉利当选 目前看来是川普会当选 二亮哥看得出来民进党这是押宝谁吗 我认为民进党不敢押宝 因为 讨白讲川普当选对民进党并不利 那贺锦丽民进党也没有接触过 就是这样 那三谁当选对待政府跟民进党最有利 我认为贺锦丽会对民进党比较有利 那川普 川普我跟各位讲过一句话 川普这个人是抓大放小的 他会跟中国大陆冲突 然后累积出很多筹码 然后就会跟中国开始谈 那台湾就是其中一个议题 就是这样 因为川普这个人是没血没泪的 无情无义没血没泪 他就是看美国的国家利益跟地缘政治的利益 就是这样 MOMO 感谢亮哥 谢谢 Way John 政府现在表现正发生战争 民众要怎么替他们指挥避难 谁知上哪烧救难船会被卖到哪里 发挥到哪个皇后都会去送 Space War 亮哥 200%的关税说白了就是给台湾定价 但问题是不具备实际执行的可能性 200%的关税终究是转嫁到美国的消费者身上 现实核心终究会回到美国 真的准备赌国运跟中国进行全面战争吗 我认为不可能 美国死得起人吗 不可能 美国对中国历史有研究都应该知道 老中看起来人助无害 只会抗疫但战争的时候 那就是风狼拘续虽远必诛了 坦白讲我读过蛮多中国历史的啦 中国的战争都是非常残酷的啦 而且一定会杀到最后一刻 尤其是台湾 那天啊 我看到严学通 跟这个芝加哥大学那个Mail Scheimer 美国的现实主义大师啊 两个人在那边对谈 严学通啊也是现实主义的 然后他就跟Mail Scheimer说 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可是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Mail Scheimer同意啊 同意啊 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亚洲怎么会是台湾呢 当然不是嘛 美国在亚洲的核心利益啊 最多就是日本啊 而且日本还算second tier 他的第一个tier是五眼联盟啊 所以你会去幻想 我跟你讲 美国就是为核心利益 可以闭着眼睛参战 美国也是战斗民族啊 我跟你讲 Anglo Suxton也是战斗民族啊 你看他被日本偷袭珍珠港 隔天就宣战啊 你怎么可以逃我呢 所以我跟你讲啊 什么叫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就是 可以没有底线 跟你干到底的利益啊 那你再去谈 台湾是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当然是嘛 美国怎么可能会愿意为台湾 我跟你讲啊 死个五百人 他就撑不住了啦 他不会这样搞的啦 不会啦 多读一点静待的国际政治史啦 George Lai亮哥亮好 请问国民党预算案 要如何设停顺点呢 我鼎然的家人 都有点被网络带节奏 说债卡救命前就不投篮了 这个救命前完全无关 因为我们台湾的预算 跟美国不一样 我们去年有花的预算 今年全部都可以滋用 所以你的家人如果是军工教 他们不会受影响 他们受到影响的只有加薪的部分 那加薪坦白讲就只有三个percent 那真的预算审查之后 也是会补给你的啦 我们台湾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真的会造成政府关门哦 因为美国的国会有拨款权 所以一旦预算卡住就全部停了 我们台湾不是 我们台湾的预算法当初就定的 非常的天行政院 就是万一预算没过 那前一年所有的已经通过的预算 先比照 继续使用 只有新的计划 跟资本支出不能动支 那新的资本支出 就考到民进党啦 赖金泽的光电预算啊 他编到2030他要编9000亿啊 潜见国造啊 这个美国就来抗议了啦 所以民进党有压力的啦 我跟你讲啊 那 所以我跟你讲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新 新增资本支出 或新增计划支出 所以你不用担心啊 绝对不会影响到 军公教的薪水啦 绝对不会影响 退休金也绝对不会受到影响 OK 所以大家 不要被网路那边乱带风向 阿伟川普近期表态上任后 要调停乌俄战争 如果台海战争也不会出兵 可见中国俄罗斯都是希望川普当选的 中国倒是没有表态啦 不过我跟你讲 共产党啊 向来都比较喜欢共和党 这个是毛泽东的名言啊 毛泽东他是左派嘛 他跟你个身见面的时候就说 他比较喜欢跟右派打交道 因为不会像左派那边纠缠一大堆意识形态啦 所以俄罗斯 我跟你讲还包括以色列 那坦亚胡啦 甚至包括金正恩 都希望川普当选啦 加上近期南北韩发生军事冲突 在这个敏感点爆发 感觉几个大国都是偏支持川普 没有错 川普当选是板上钉钉的事喔 那请问郭教授这对台湾是否是个危机呢 坦白说喔 我对川普的判断是这样啦 我认为川普2025年喔 会先跟中国冲突 他这个人喔就是搞谈判的啦 他就觉得所有的领域我都要跟你杠一杠 那把所有的可能的筹码都掀开啦 那2026就开始进入 双方开始进入接触了 那就会在多个领域进行多重的交易谈判 2026 为什么是2026 因为川普 美国 很多人都认为 台海最危险就是2027 就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我这个判断应该是合理的啦 就是2025喔 那川普是1月20号上任嘛 那肯定要跟中国在很多场域冲突的 可是这个是在累积谈判的能量 那到了2026他们就要大谈牌了 就要谈判了 那2027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他非常容易出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年底12月第三任到期 他如果要当第四任 三月两会他就要表态了 所以从三月之后 我跟你讲那种急迫感就会出现了 然后2027年的8月1号 解放军建军百年啊 所以2027真的 台海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2027很不幸啊 又是我们的赖清德在竞选连任的关键年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一个坚定两国论的总统在竞选连任 碰到习近平要当第四任 又是解放军建军百年 那你看这些碰撞的因素 你就知道有多 多惊险吧 所以我认为川普一定会看到这个东西啦 所以我认为最可能的大谈判应该是2026年啦 那2025啊会撞撞撞撞撞撞 反正到时候 反正川普如果当选啊 那国际的问题就精彩了 因为川普这个人 他的作为会跳脱你的想象 到时候我们就有更多事情可以聊了 斯白苏尔亮跟关羽黑熊部队 是否可能有条件发展成盖世太保 差太远了啦 我认为不可能啦 我说实在话啦 这个他顶多变成什么 顶多变成那个台独巡回教官队啦 他顶多就是这样 我跟你讲我完全看不出 因为我也注意到这个组织的发展 我完全看不出 这个组织的成员 有军人的素质啦 有军人的素质啦 那坦白讲啦 也不是混江湖出身的啦 因为坦白讲我对纳粹 我是真的研究过的 党卫队那是什么训练出来的啊 不要开玩笑啦 党卫队后来变成正规军耶 是最有纪律的啊 是绝不投降的啊 杀到最后一个啊 黑熊部队哪有这种素质啊 这个是扯远的啦 我认为他会比较像是 做新战的新战部队啦 何先生亮哥辛苦了 最近这些温差道 多注意保持健康 谢谢 Daren Lee 中国大陆回应川普 如果美国人进入夏威夷 我们就跟巴西买大豆 WF科帕现在毕竟 危急他如果交保的聚保 又会被民进党说不孝 对啦 我们 我坦白讲我不希望 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我现在希望科帕能够健康 那科匹到时候 就是在比较低的 交保的情况下 他能够出来啦 因为你要准备答辩 也是要有一些律师的顾问团嘛 这个当然有啦 民进党本来一堆人就还在K他嘛 这有什么稀奇 Taping John 谢谢你 YHC 请问亮哥 这次民进党三读法定预算 破例不编组 还想过种预算 我是想 是不是拿原民 农民 医护这三个族群 杀鸡儆猴 还有个目的就是 破例每年法定预算 大数据 非投票给我民进党的族群 就一律不编组 其实农民不是耶 我讲白了 楼明佑很多是投给民进党的 那医护 医护我觉得 应该也有一半是投给民进党的 因为 坦白讲我比较熟的啦 钥匙工会 亚医工会 都很绿啊 都很绿啊 那医师工会大概一半一半 所以我认为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原住民比较明显 原住民啊 其他我认为没有那么明显 Broadlocket 001 感谢德内老刘亮书 对马斯克最近的行为很疑惑 明明民主党才最支持新人员 为什么他要去支持共和党 我跟你讲 川普也不是不支持电动车啦 川普现在主张要对 这个墨西哥制造的 中国的电动车 比如说PRD 那要磕税嘛 那 或者要让他来进来 中国投资啦 这个我跟你讲 电动车这个行业啊 是跟政府有高度关系的啦 这个马斯克做的 做的行业啊 都需要政府的这个 相关的那个管制措施啦 我随便举例啦 马斯克现在在做robber taxi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低空经济啊 就是计程车 未来是可以飞的啊 这个牵涉到很多航管问题啊 那如果川普当选 搞不好马斯克就是顾问了 那还有啊 比如说电动车自动驾驶的规范 这个autodriving 川普也会让马斯克来 来写这些规则啊 所以我认为啦 我坦白说啦 这个 他捐给川普 24亿台币 所以他一下就赚回来了 所以 不要低估啦 不要低估马斯克这个人的聪明程度啦 因为那个规则 或者是选商的划定 他都把它弄成有利于特斯拉 到时候赚爆了 对不对 川普并没有反动电动车 没有反对电动车 他只是 没有 他没有反对 石化业 他会认为两个都可以并行啊 大概是这样啦 那他是不会做绿能补贴啦 这个没有错啦 可是 美国现在对特斯拉已经没有补贴啦 刘冠军亮哥以民进党的手法 会不会推新清安2.0 加强版 这个没有 没有办法 因为央行 这个各银行真的没钱啦 所以他退不下去啦 我跟你讲 这个不是他的 主观意愿的问题 是会引发 银行的金融风暴 这个没有人承担得起啦 OK HFK啊 亮哥真读书人 赖先生毫无历史逻辑思维 完全没有国际关系概念 一笑大方 言行让人偏范 谢谢 Spaceball 警告亮哥关于 二乌中局 现在普遍认为 乌肯定是要割地 那未来 奥德萨的沦陷 是否会 俄乌进入 关子阶段的指标 我认为俄罗斯 不一定会打奥德萨 为什么呢 因为奥德萨 是国际港 而且他下面 就是罗马尼亚 会引起北约的恐慌啦 而且他如果打下奥德萨 那乌克兰就完全没有出来口了 所以这个后果会蛮严重的 所以我坦白说啦 如果普京现在预期是川普要当选嘛 那目前他打的就是 库尔斯克他把乌克兰打出去嘛 那另外就是把顿内斯克整个占领 那他会不会进一步打到德烈博士 现在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我认为普京 并没有真的要占领乌克兰那么大 没有啦 他只是 就是觉得乌克兰你不能加入北约啊 那你不能欺负我顿巴斯的 俄罗斯的后裔啊等等 那打奥德萨我跟你保证北约会介入的 因为奥德萨太重要了 对欧洲也很重要 这个对黑海太重要了 曼草鱿鱼感谢 一玩肉一玩一玩肉为期啊 教授啊小弟之前是说大陆男女对立会不会日韩化 为什么同文同种的台湾没有极端女权男权不是很有影响 其实韩国的女权真的蛮极端的啦 我有看到一些资料 那台湾真的没有这种女权团体 真的没有 齐柏亮哥如果蓝委2026反FACE共同榜大选成立的话 是否有助于以88反FACE名义来提高蓝白的选票 当然有助于啊 所以这个是好招啊 好招 所以同时也是给我们那个没有名义基组的宪法法庭 一个当头棒喝 这是好招啦 我是完全支持 蔡立志亮哥晚安吉祥 请教你两个问题 一万一两岸发生趋势冲突 陆沛怎么办 陆沛没事啊 陆沛很多都已经在台湾落地啦 有的甚至已经取得中华民国国际啦 我跟你讲一般老百姓都没事啦 你不用紧张啦 你说他会变成夹在两边 不会啦 不会啦 你放心啦 不会有这个问题啦 第二大陆对台动武前会不会先通知统派人士逃难 也不会 我跟你讲你只要关心两岸啊 什么时候要发生战争你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中国大陆打台湾你以为他不用动员吗 到时候你看到沿海集结兵团 各种船舰 这是不可能不做的动作吧 你从卫星都看得出来啊 而且中卫大陆搞不好不是要真打啊 搞不好他是要 以战逼合啊 所以我认为最可能打的是澎湖啦 我说实在啦 又跟当年康熙 收复台湾的模式一模一样 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啦 以后再讲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Jessica Chu刚刚干了今天党团协商的预算结论 吴兆瑶就吴思瑶 吴思瑶的错号叫吴兆瑶啊 你们要为了五万元 你们要为了五万来反2350万人民的权益吗 做大事的人应该要see the big picture 但如果连已修的法律都可以不遵守 那你要修什么法律 只准周竿放火 不准百姓点灯 你讲的完全没错啊 如果这样就 睡了行政院的院啊 那你修财政收支划分法 有屁用啊 对不对 OK 这个Space World 亮哥我的分析就是 关于博弈论的区域观光博弈 台湾观光这事 简单说一下 观光如今作为国际贸易的一环啊 符合重力模型 以及李家徒的比较优势 同时从观光系统论的角度来看 台湾作为观光目的 是大陆游客日韩观光的低端替代 以日韩存在观光客的零和博弈 以往的比较优势 同胞情这种消费者偏好 到如今我坦白讲竞争力越来越差啦 我说实在话 因为以前来人家还有两岸友好啦 中华文化等等的想法 那中国大陆后来的发展你也知道吧 中国大陆现在越来越讲国粹啊 那各个风景地点也有一些 更有经费来做更新啊 所以你的竞争力当然就是在变差 而且东西又贵 齐博 老K的党姓素引用30年前 入陆军官校受陆武训的高中同学所说 军纪是铁锈 军令如山倒 哀哉 为什么民进党可以跟大法官为所欲为 不遵守民意跟法律 难道真的只能够等到选举处罚 这个坦白说 这牵涉到 你反对党的群众动员能量 所以 刚刚前面讲到 废死公投 就是个群众动员嘛 这个坦白讲真的跟在野党有关啊 你如果像个政党 然后抗争 真的非常的坚固啊 他也会敬畏你三分啊 一方样感谢土内 HFK他认同这一段完全正解 感谢你啊 Jesica Chu 台湾早年有那么多兵力都没有办法反攻大陆了 那个什么台南孔调执行长 石慕明啊 是有什么底气 觉得台独能够包围大陆 在同温层防空洞里吗 我跟你讲 他在同温层的山顶洞人的洞穴里面 简直是莫名其妙嘛 你黄伟哲还用这种人啊 TOO请问亮哥有一个 可能开一个类似科普的栏目吗 梳理近十年 会更久的各国重要节点事件的因果 来龙去脉 导致当今世界格局 很多人尤其中青年只是到碎片化 这个啊 我有可能会做啦 不过我可能会放在我的会员频道 我现在正在构思啦 就说我们如果会员频道 那当然要 给大家觉得有所值得嘛 要想一下啦 想一下啦 我最近这个礼拜六的节目也都拒绝了 我就是要想办法利用礼拜六礼拜天 来构思这个问题 James You解问亮哥 现在北院是否还算独立机构 有别于宪法法庭跟北检 有强烈的意识形态 北院我跟你讲 法院真的不一样 沈跟检真的不一样 检你的新政很强烈啦 你可能可以有五十八六十八的怀疑 就起诉 法院不能这样啦 法院是要讲究事实的 那你如果连这个基本的中立都办不到 或者新政强烈 我的经验不是这样 我也看过很多法官的判决 我认为随机性还是很高 随机性 就是说 柯文哲如果运气好 有可能没事 就看你运气啦 当然你如果有金流被抓到 那就没解了啦 可是如果是图利罪 我认为这个就看你这个 答辩 你是不是有准备各种资料啊 等等 我认为我对我们的法官 还是比较有期待啦 我说实在啦 就是这样 那检查单位 那比较容易政治化 大概是这样 威张国昌更火大的是 搬掉麦克风他们讲 我们明年发六万 难怪武力华敢在那嗆瞎 明年没有发六万我弃选 我就再也不选 原来你们盘算好 那好啦 明年先发六万 条件是在野党同意 把进发补偿改回 每公顷着要的四万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条件 要求你行政部门依法行政 要求依照法律给予原住民补偿 每公顷六万 结果你们今天开出的条件是 明年法律要修回 一公顷只给四万 要在野党同意 明年答应要修回来 每公顷四万 我明年才要发六万 那如果国昌这样讲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只发一年了 他只发一年了 就是 我现在就照你的法嘛 可是明年他要把它修回来 变成四万 可能是这个意思 那他要在野党遵守这个默契 所以你们要同意哦 我现在就依法 发六万 他这个发六万 他也不会说依法 因为他不是没钱你知道吧 他这个进法补偿条例 他现在根据他的第二预备金啊 根据原住民 原民会的基金 他就可以发了 二十一亿算什么 他有钱的啦 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说 好那你们 你们就这样了 你们把这个法律修到四万 那我今年给 我今年给这个 那我用 可能他就用其他的资金来资吧 我看 这个威将感谢你啦 你帮我整理出 国昌刚刚的发言的段落 这一段我读起来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你们要承诺 要把那个法案给我修到四万 那我今年我就先用 其他的什么原民会的钱啊 等等来资嘛 因为他大概是想说 不会一下子做所有的补偿费 都申请完了 不会那么快 那可是后面呢 今年有的案子 我就先支 我就用六万支 可是后面的案子 你法案给我修到四万 我以后只支四万 就是这样 这个我难以想象 民众党跟国民党会同意 我难以想象 因为高金树梅的提案就是五万 你陈寅跟武力华的提案是六万 所以你刚刚讲说武力华为什么敢这样讲 就是他就是说这次没要到 我就退选 对不起 武力华退选 是四年以后 是2027年啊 武力华的任期是到2028年的2月啊 所以大概是这样 我看你整理出来的文字就这个解读了 感谢你 巴南亮哥如果我的眼所指导教授不知道有多少 感谢你感谢你 那个我以前有指导过学生 因为有很多人都是我的学生 我就不提了 黑闪电统一战线武装斗争 民进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火堡 民进党学习毛选很有心得 我就跟你讲他越来越像共产党 可是又没有人家的厉害啊 就是这样 他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那个 专制的那一面 专制的那一面 可是呢 这是人家厉害的东西你没学到啊 兼铁蛋亮哥您好 谁虚掌您一些 您的聪明才智博学多文 称你为歌 感谢 事好不便宜 老朽闲来玩几的视讯编辑软体 常下载名家视频 最心仪也最频繁下载您的论述 感谢 编辑成短视频后分享亲友 纯分享会获利 如此是否有侵犯版权问题 没有 你若只给亲友是没问题的 那AI 感谢董内 我们是不是都回来玩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各位的同长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